民調的一路崩潔 現在已經破20了 所以不久的將來就會出現18%的 可怕的超低民調 他為了打預防針 就告訴大家說 你看是我們不接電話的 並不表示我的支持度降低了 所以韓國瑜他一直不相信民調 他說民調都是假的 民調都是被收買的 民調都是那個東西我們不要講 影響大家胃口 可是你自己想想看 那他又是怎麼當上總統候選人的呢 不是因為民調很高才被支持的嗎 不是因為民調很高才打敗郭台銘的嗎 那那時候你的 請問你的那個病好了沒有呢 我會親藍的媒體做的也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情就很簡單說明 你就是輸了嘛 所以你就不要不承認嘛 其實我覺得他自己也知道大勢已去 你什麼時候聽過一個總統候選人在講說 我要找工作 我要去賣手搖兵 我要和立金主持節目 其實基本上這場比賽 他也已經知道沒有前途了 所以但是呢 你不要用污蔑民調的方式 只要稍微對民調有點嘗試的人 當然我們沒辦法這樣要求他 就知道說你拒絕民調 是不會影響民調結果的 因為呢 縱然你總統落選 市長被罷免 那韓粉還是會挺你去當國民黨 當主席的 好